指揮中心13号宣布新增三例境外移入个案都来自印尼 分别在11月24到28号入境台湾 除了案736检疫期间出现症状 其余至今无症状 其中有两人入境时持有三日内阴性报告引发讨论 除了可能是会大家怀疑的假照之外 可能他发病所有的遣补期 在居家检疫或集中检疫的期间 所以在登机前三天的检验是验不出来的 拼命传出印尼急功持三日内阴性报告入境台湾 却因转阳确诊 指揮中心预告将会有新作为 请我们印尼当地的驻外馆 请他们协助寻找具有认证的机构 去检验才算是有效 目前大概会先针对印尼 另外先前禁止印尼一共入境两周 将在17号起满 是否会开放或继续管制 指挥中心这两天会做出决定 来新闻高临梁佳明 台湾报道